Hello 大家好 我是俊阳 今天继续带大家看一下 《堡垒之夜》新赛季 你们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 给你们看一下 新赛季的地图有一个巨大的雕像 非常的壮观 下面还有一座城 以后咱们慢慢看吧 今天咱们来打个BOSS 幽冥狼BOSS 看到这个价值连城的 黄金狼人雕像了吗 我只要把它掀翻在地 你们以为它会出现吗 No 会召唤一群狼崽子 当然要先把这些狼崽子清理掉了 清理这些狼崽子非常简单 直接浪费几发子弹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幽冥狼人就会出现 说实话这个BOSS有点寒 它出场之后先嚎一声 我们可以清这个时间 把它的甲就破了 我就知道有人在等我打BOSS 太过分了 太阴险了 好好好 你先打 让我来找点装备 咒斯的一撮闪电 正好是一下用它来打BOSS 喂 怎么样 A发闪电 两发闪电 第三发 啊 才八十 咒斯老哥你不行啊 还得靠我们的热武器 你看 车车打得就很快 咱们再试一下没有护甲的伤害 呜呜 哦 飞子这么高 一百二 再来 好像打中就是八十的伤害啊 哎呦 一套下去就能秒人啊 那下期的素材不就有了吗 想看到不要忘了点赞哦 其实这个BOSS还是挺难打的 咱们得把它拉扯 对枪还对不过它 拉开距离 用闪电 这一下我就不信你还BOSS 还差一丢丢 没闪电了 还是用冲锋枪吧 拜拜 看一下掉了什么好装备 一把金色连喷 还有一个金色狼人奖牌 这个奖牌的作用呢 你们看到我身上的这个BUFF了吗 它可以让我瞬移一点距离 只要碰到河水 就会有这个绿色效果 而当我们有了这个狼人奖牌之后 不碰到河水 也会慢慢有这个效果 OK 咱们就挑战一下 用这个金色连喷获胜吧 咦 有人秒我 我看到它了 那我们就打进战了 直接冲 它会过来吗 哎 过来了 好 80 100 哇 这金色连喷的伤害有点高哦 哎呀 搭什么本啊 下来单挑啊 哎 在后面 哎呀 别搭了 速战速决吧 哈哈 搭来搭去也没用啊 还是个皇冠选手 那边有人敢打完架 看看有没有机会聚手 一定要站着不动打药 没太有机会了呀 啊 啊 怎么情况不动了 不会是卡退了吧 不会是个国营玩家吧 现在这服务器是真的卡 它有一个BOSS徽章 这个BOSS咱们以后打一打吧 还有宙斯的闪电 不拿了 感觉决赛签用不到啊 我错了 兄弟们 我应该拿那个闪电的 G高临下还是移动圈 如果有闪电的话 它早就给我劈死了 哎 不够吗 还有翅膀 可以飞一飞 它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优势在我 迅速的前面高点 拍死它 人嘞 人就在这里 哎 没了 哎 不科学啊 人呢 在后面 在这左边 哦 在这儿 没机会啊 这时候如果有闪电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我应该不拿G1枪拿闪电的 哎 人呢 什么情况 它有闪电 凉凉了 我非常后悔 没拿得出闪电呀 挑战失败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